小时候家境就很清寒 我记得小四那一年的段路节 就是要交作业 那弟弟就是贸乙陪我涉水去跟同学借蜡笔 结果回来的途中就惨遭洪水冲走 那时候又自责 然后又很不舍 我就觉得所有一切苦都是因为凭造成的 所以就更坚定我长大要助人的决心 有一个案子他才30岁 然后他就生了四个小朋友 结果因为很穷 他连作业子都没有东西吃 可是这个大女儿才六岁 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讲说 我好想读书哦 我一定会认真读书 我真的好想读书哦 当下我的心都揪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 这个好像是小时候的一种印证有没有 因为凭他只是一个小小愿望想读书 但是他就是那种渴望的眼神看着我们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努力把房子做好 对啊 还会养一养的吧 对吧 有没有这种药膏给你 师姑给你那个有没有擦擦 有 你刚才这样都不会 去年我知道自己理化癌症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很坦然面对 因为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无常嘛 那既然遇到我们就是坦然去面对 然后积极去接受治疗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它的深度跟广度